大家好 欢迎来到《长歌行》 我是赵长歌 一个大城市 即使是在世界经济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大城市 一样可以遭到同样的命运 不必摧毁这个大城市的建筑物 不必杀害这个大城市中的任何一个居民 甚至在表面上看来 这个大城市和以前完全一样 但是 只要令这个大城市原来的优点消失 就可以令这个大城市毁灭 死亡 而这样做 可以只出自几个人愚蠢的言语和行动 仅仅只是几个人狂被无知的决定 就可以令得一个大城市彻底被毁 它可以仍然存在地图上 但只是一具躯壳 不再是有生命的一座城市 当你看到 听到这段话时 你想到的是今日的香港 还是上海 亦或是世界上的其他大城市 这段话摘自香港作家倪匡 1983年出版的科幻预言小说《追龙》 36年后 也就是2019年 香港发生反送中事件 百万港人走上街头抗议 警察暴力清场 烂捕抗议民众 国安法通过后 很多港人不得不挥泪离开这座 曾让他们感到自由 安全 温馨的城市 曾经的东方之珠 美食天堂和购物天堂 似乎已成了香港人昨夜遥不可及的梦 这种情况下 倪匡坦诚 他笔下的东方大城市讲的就是香港 倪匡创作这部小说期间 中英正在谈判香港的前途问题 许多港人对于香港的未来充满焦虑 那时的香港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 是全球最安全 富裕 繁荣和生活高水平的城市之一 香港把华人的智慧 与西方社会制度的优势合二为一 以良好的治安 自由的经济体系 以及完善的法治文明于世 时间来到了2022年 人们发现 倪匡笔下的东方大城市 是清零防疫政策下被封城的上海 一位外国精英 纳尔逊的《封城日记记》记录说 上海这个地方从来都是喧闹的 任何时候都有自行车 汽车 飞机 人 生活 从不沉默 但现在 一切都安静了 今晚是满月 非常安静 你可以听到十几层楼下的大白闷的脚步声 和刷刷的动作声 这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地区 和其他富裕地区一样 很多上海富人都有一个关键的身份象征 拥有一只甚至几只宠物狗 夜晚 我坐在露台上 寂静的夜突然被打破 让我非常吃惊 饥饿的猫和狗发出恐惧之声 令人毛骨悚然 在2022年的人间四月天 中国梦显得太魔幻 在上海这座中国首居一指的大城市里 无分贫富阶级 民兴平民 同样面临物资匮乏的窘境 盛世饿死人 医院门外病死人 因而集中隔离的情节 并不来自于倪匡的科幻小说 不过 倪匡在40年前的小说《追隆》中早已指出祸首 这样做可以指出自己个人愚蠢的言语和行动 仅仅只是几个人狂被无知的决定 就可以令到一个大城市彻底被毁 时隔三年 上海人终于对香港人发出了理解之声 懂你 香港人 半懂吧 只是说 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实实在在 第一次能感受到以前香港人为何反抗如此激烈 在这个初夏的夜晚 上海的年轻人们 短暂的和香港的同龄人们 实现了跨时空的共情 其实 把上海人和香港人连接起来的 不仅是惨痛的事实 要说现实中跨越时空的见证者 最典型的一位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用小说预言现实的才子作家 倪匡 他生于上海 长于上海 逃往香港 已经87岁高龄的他 是中国大帝一个世纪变迁的亲历者 是大陆本土从自由的中华民国 走向中共红色恐怖专政的见证者 倪匡 是香港知名的作家 编剧 节目主持人 他出版过许多 筷智人口的小说作品 包括《魏斯里》系列 袁振侠系列 《女黑侠木兰花》系列等 此外 倪匡也创作了超过300多个电影剧本 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1935年 倪匡在上海出生 当时正值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时期 上海世纪 纽约 伦敦 巴黎后世界第四大城市 被誉为东方巴黎 上海为什么能赢得这样的赞誉呢? 主要是因为上海的城市规划受了法租界的影响 巴黎良好的城市规划和美轮美奂的欧式建筑 让它成为世界标志城市 路易十四时期 在塞纳河右岸建成了主要的大型建筑和主要街道 如 乡械历舍大街 卢浮宫 路易大地广场 宫廷广场等 拿破仑时期 再建成凯旋门 新型广场等公共建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法租界要在上海打造一片齐整的东方巴黎 所有新建房屋 在式样上统一采用欧式建筑风格 讲究艺术性 专实结构 每户要有楼前小花园 悠悠思南路 绰约风滋生 在法兰西的浪漫情怀下 上海著名的思南路 一到夏天变成了绿色的走廊 秘密的树叶 清凉的风 不仅是法国人的思乡梦 也是上海人的故乡梦 泥匡从小在上海长大 自从从大陆逃到香港后 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 为什么 因为他对中共早已彻底失望 可是曾经的泥匡 年少时的泥匡并不是这样 年轻时的泥匡 向往共产党平等 均富的理想 他坦诚 自己曾被共产党迷住了 全部中国人都被他迷住了 你看共产党 由最初成立至建立全国政权 用了不足30年功夫 如果得不到中国大多数人民拥护 它是不会成功的 当时 以为中国从此有希望 但参加工作后 一看才知 和想象不一样 中国有一本书 是收集了1945年共产党的言论集 说明 为什么要反对一党专政 一党专政万事不成 要怎样才有民主和言论自由 讲的全是毛习的话和新华日报的社论 现在这书却成了禁书 即是说 建国前共产党领导人说的话 全部推翻掉 倪匡曾参加人民解放军 成为基层军官 但失望的发觉 军中生活阶级观念森严 特权处处 我到最普通的地方工作 他提倡平等 但原来 阶级分明 上面的话 下面的完全不能违反 与我的性格格格不入 当年参加 土地改革 斗地主 地主被判死刑 有我写判决书 我问 死刑原因怎写 上面说 写地主就可以 我说 地主不是原因 应该说明 地主犯了什么不法行为 例如 强奸妇女等 上面硬说 不用管 我无法接受 后来几乎要开会来斗争国 泥匡曾在内蒙古大漠参加劳改 一次 泥匡在零下40度的情况下 被迫拆掉小木桥 生火群晚 被诬陷为反革命罪 重判十年 他走投无路下 南逃他乡 一路从大漠往南逃 靠吃老鼠 蚂蚁 棉花虫鸡 走了三个月的路到达广州 再偷渡到香港 毕竟有家归不得知苦 也许 这又与如今 正从大陆千辛万苦逃亡海外的中国人有了共情 品尝过中国铁拳的泥匡说 共产党最可怕之处是要洗脑 控制别人的思想意志 人在共产党的制度里 只会变成完全服从的机械 中共搞统战很厉害 很多曾经批评过中共 反对过中共的人 后来都被邀请到大陆 被中共用来宣传 共产党变好了 泥匡在香港取得失业上的巨大成功后 也自然是被极力邀请的对象 不过 泥匡说 不愿回去一看 亦没有半句谏言 因为泥匡看到 中共最坏的地方是摧毁了人的道德 泥匡说 大陆有变化 但没有进步 只有越来越坏 所有人失去理想 只追求金钱 完全不顾道德底线 这是文革的后遗症 一些假商品完全冲破了最基本的底线 在报上看到 连鱼身上都注些水增加重量 你能增加多少呢 底线全没了 一个官僚贪污 一个环境污染就够 再过数十年 中国连水都没得喝了 看网上照片 公共汽车上写着 兔坛请向外兔 提高个人素质 向外兔已经是提高个人素质了 对于中共当年许诺的一国两制 泥匡的论述一针见血 香港被中共统治后 共产党有自己的统治原则 现在人们讨论一国两制被破坏 我听了不禁失效 我说他们很天真 我根本不相信有一国两制这回事 有什么破坏不破坏 不存在这个问题吗 共产党说了算 有什么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是共产党说的 共产党说的 几时靠得住过 对于共产党所说的中国梦 泥匡又说 听共产党提出来的口号 便觉得很滑稽 实现中国梦 何谓中国梦 整天叫人发梦 你说奇怪不奇怪 坊间流传一句 泥匡的话说 妓女比共产党更可信 这句话实在太冤枉了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 我很尊重妓女的 这句话对妓女很侮辱 曾经 逃到香港的泥匡 曾躺在草地上 饱尝自由的空气 如今 老人家又见证了香港的失落 香港的优点是自由 当自由消失了 将导致这城市毁灭 言论自由是所有自由之母 现在有立法会议员说的话不中听 就被取消议员资格 这完全是违背自由社会的原则 我钟爱自由 向往个体的思想 不得不讨厌共产的思想体系 亦如水火不容的道理 泥匡 尽管看似与尚观金满脸笑意 但她对香港 对上海 对大陆的未来是悲观的 所以 她追隆利用 青龙吞噬 影射中共接受香港的景象 在故事里 无所不能的主角 魏斯里对此同样无计可施 因为 别以为世上所有的事都可以通过努力而达到目的 事实上 世上有太多的事 再努力也达不到目的 对于台湾 尼匡也有想说的话 曾经 生在中华民国的上海 自己没有珍惜 她希望台湾人不要相信中共的话 要珍惜捍卫所拥有的自由 现在 很多人把习近平比成毛泽东 尼匡则说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完全靠高压 反抗一定欲多 她也希望 中共的上层人物能改变现状 解体中共 走向民主 极权统治 一日未改 一日靠上边 再为人的态度而定 上边的人 今日如此 但一念之间 可以改变国家命运吗? 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长歌行》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订阅 点赞和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